接著來看地方民眾的陳情 收到證明指控中華電信 常年侵占私有土地設極限相涵 而30多年來不但不理不牽 就連一毛錢的土地使用費也不給 對此中華電信的湯經理表示 這種情形不只在宜蘭全省都有 他們會在兩天內到現場看過後 再來做回應 說怎麼樣呢 他說這家有二十幾年錢 做了五十四就退休了 喝給錢草 這幾年前所有人是細皮的退休 接著中華電信公司所有的極限相涵 就設在蘇澳政府的陸這戶民宅 私人所有的棋樓下 民眾指控三十多年來 除了建時期他們不敢說話 解嚴之後一再反應要求中華電信遷走 卻始終沒個下文 其實我跟人家問我做生意 所以他跟人家說 幾年前啊 大概三十五年 那當中你沒有發現 沒有去跟人家歡迎嗎 沒有 歡迎沒有啊 那當都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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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當都外出 那當都外出 那當都外出 那是在逐一三年來 三十幾年來解嚴之後 那你們還有去歡迎 甚至工程人員要來維修還不客氣的直接驅趕屋主移車讓他們非常不滿 請你拜託車刷到 想我怎麼會比較好 請你拜託你車 請你車給我聲音 今天我們的地主有跳出來翻臉 希望跳過他的媒體也向中華電信來做最好來跟他們統計 希望他們一個月來 針對等級前進民地教教基民這個情形 希望這一個月來提出既體達佛 如果我們會同律師來正式向中華電信 來提出前進民地保障經典相關的訴訟 我們希望中華電信不要再一起做 這是民主的社會 我們中華電信是民營的 不應該為了對公司做經營賺錢 結果對我們八成對基民的生活 做成這麼大的困難 這樣的情形大概有多少步 這個情形 地主受到影響的保障應該差不多是高貨作為 但是他們附近的這個祖國也都變成不一樣 所以應該是受到影響的 負數應該是將近二十戶左右 對此中華電信經理湯鴻早表示 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宜蘭 全省都有 這個時代 那個是幾十年延續下來的事情 是不是長期佔用這個東西 不是只有宜蘭縣有這種 因為過去是叫做電信統計時代 裡面應該叫 那最近才是民營化以後 有不同的轉變 因為都市的變更一直在變 那麼之前會設在那邊一定有它的研究 譬如說電信用地的一些規定 那過去電信都是屬於公共設施的一種 就跟一般土地開發以後 會有一些保留地的作業程序 那就是說什麼時候變成說 占用或是借用 那個這部分我們公司有一套的算法 這部分的算法也得到那個NCC的核可 所以說這種案例不是只有宜蘭 初澳還有這是全省都有 唐經理表示兩天之內 會派人前去了解情況再做回應 宜蘭新聞記者黃文淑採訪報導 我沒有在第一步